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本來應該要自己留 可是原來有人說還是賣掉好的商品 假面騎士算是最新的假面騎士 然後這一個是假面騎士Bew 應該要唸Bew還是Pew 我有查過英文 英文的意思應該算是創造的意思 但實際上是什麼意思 另外一個翻譯另外一個名稱是叫兔子坦克 它就是把兩種元素混合後 算是合體混合後合體的一個設定 然後主角名稱是叫戰兔 內容物是這樣 其實這一款原本應該是很便宜的一款商品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 應該說是後來嗎 就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內容物其實也沒有什麼啦 它這一組並沒有附 這一支應該算是初回版 可是它並沒有附任何 很常常 假面騎士SH福西也很常附一些 初回版的商品 可是這一支基本上就沒有啦 它除了 算是有七種手勢以外 我覺得它並沒有什麼太多商品 然後它的機車的部分其實已經在那個 機車的部分已經在混商店可以購買了 有興趣的朋友其實是可以考慮 然後 看它後面是這樣子 手就不換了啦 雖然它那個招牌變身後的那個左手 右手 右手 應該要換 但本來的換 所以就這樣 前面是這樣子 屁股 兔子坦克 模式 其實它還蠻多種模式 前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腳部的部分其實注意看 左右不一樣 有點像 之前那個 W的設定 膠帶太掉 其實它腰帶這次是鬆的 它並不像之前蠻多版本 就是腰帶是固定的 然後 這一組的話 原本的售價其實大概六百多塊就有了 可是好像我們台灣這一次 量不夠多還是怎樣 好像 好像 不夠多吧 就是 量有減半 有點可惜 可動性來講 基本上SH55 都不用擔心它可動性的範圍 嗯 腰 手 側 可以這樣子 可以貼到這樣子 然後手臂可以動 傷眼絲 可以這樣 唉唷 掉下來了 它就鎧甲掉了 蛤 鎧甲這個兩個 肩甲的部分是可以拆下來的 然後頭是可以這樣轉 但頭也可以換啊 但全體是你要願意換 手臂可以這樣子啊 因為它肩甲是直接 我以為它肩甲原本是會固定在 胸甲的這個部分 那邊它是直接連到那個 算是手 這邊是手臂這裡啊 所以它就是肩甲 如果你往上抬 注意看這邊就可以 這個肩甲是可以移開的 像這樣子 所以手臂可以往上抬 可以抬到這樣子啊 也蠻不錯的 然後應該這次 我覺得最屌的部分 是它說這個是可以旋轉的 對 所以它腰的這個 變身專制 這一次是可以旋轉的啊 這也是 這一次最不錯的地方 可是個人也是覺得 應該算是最危險的地方啊 就是它這個雖然可以旋轉 可是感覺如果你不好好的保存 很容易會斷啊 這點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還有其他種 變身的元素 可以使用裝載啊 但它並沒有 因為它這次出 第一支的版本 所以它並沒有做上去 側面是這樣 然後腳的可動範圍 也是可以到這個程度啊 基本上現在SH-4 我覺得可動性都很好啊 然後這邊 骨關節可以動 然後它按道理講 它腰這裡其實也有個關節啊 它的這個腰帶 是可以稍微移開的 它是可以有一個 腰的關節啊 這一組算是很基本款的 一個假面騎士啊 像這樣子 哎喲 倒了倒了 手都掉出來了 後面這樣 全都可以換 因為它的機車現在還在混線 我也不知道要哪 它也沒有附任何它的武器啊 就沒有 就只能用假面騎士踢 來擺出它的姿勢啊 好 注意看的話 左腳的履帶 不是右腳 呃 算是右腳 右腳的那個坦克的履帶 藍色部分的坦克履帶 也有做出來啊 好 注意看這個履帶 這也是可以彎的 假面騎士 為什麼叫Pew 為什麼叫Pew 其實我比較喜歡它後面另外一個 目前感覺好像彈腳的角色 正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附的武器就只有 左手 左手 除了拳頭以外的另外兩種手 跟右手的三種手臂啊 然後右手最大的差別是 多了這一個 可以 換上後 其實可以握住它那個變身器的 那個 手臂 其他其實沒有什麼的 腰帶是可以換的啦 可是它那個 俗稱的那個養肋都灌 是拿不下來的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手臂這邊也是可以再轉的啦 所以可動範圍是非常的好 胸甲 其實腹腔這個 這裡還有一個關節啊 腹腔這裡其實還有一個關節 可以像這樣子 抬頭 抬頭挺胸 像這樣 然後可以往下 算是這個 還蠻不錯的商品 售價台灣現在 之前賣600多的 我想應該沒有人買得到了啦 現在應該基本售價都是 大概900多塊啊 本人也是賣900多 因為本人還需要生存啊 對不起各位啦